現場選舉 周東錦在脫黨參選成為 無黨籍候選人後 和國民黨提名的謝福宏 民進黨的徐定針不斷交鋒 話題不斷 現在還有新聞媒體公布民調 說周東錦領先徐定針超過七個百分點 但被徐定針質疑可信度 徐定針綜合其他三份民調 自己的支持度是十九點四七 中東錦是十九點六三 強調兩人差距其實不到百分之零點二 中東錦正營也作出回應 我想民調起起伏伏 競選總部都會加以慎重參考 但目前各家的民調 都還是由縣長候選人 中東錦保持第一 但也因此未來對手也將會用 更猛烈的攻擊來抹黑中議長 中東錦團隊強調 未來會防範民調落後的候選人 做出抹黑攻擊 而在這幾份民調都暫時落後的 謝福宏和時代力量候選人宋國鼎 也有各自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民調的落後是一時的 因為我們認為藍綠對決 這一定是未來在選戰前面的一個基調 那我相信這都是我們可以來努力的方向 過去在縣長選舉中一向單純的苗栗線 因為藍營出現內鬥 讓選情變得更加複雜 一份民調數字也可以衍生出不少話題 華氏新吳連林品 新巫少青秒 嗨 我是盈童 記得訂閱華氏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